金言第31章,第十節 財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 他的價值遠勝於珍珠 近兩三年,我省策略家已經省了很多 因为我现在来到智圣所 还是你自由发挥的时间 不可以 但就算策略家那么严谨 比你们那么跟着我多年 一起努力 我都省它 何况对你们 所以你会看到 主日很多时候 我回答策略家 你听到会几十秒 就有个观看 因为那几十秒 策略家会明白 但你们不明白 因为当时我正在回答策略家 我正在回答一个大学三年班的学生 对于一个小学三年班的 根本那个大学教授在说火星闻 他在说什么 每一样都要翻译 差不多 你明明现在在说什么 于是现在你所见的 就是我现在在说 为何神去强调 我们的一日 第二天 终于有一天 会成长到神的一日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 有时神说一句话 我们有时要用一年去消化他 但是有些人神说一句话 他明白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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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原来我们是在神的面前一路进步 但是这个进步的过程 我想让你知道 里面牵涉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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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首先 在这个过程当中 譬如策略家这么多年跟着我 他就会明白 他们其实是人生当中 经过制物活制 然后慢慢变成香烈 每一步骤 每一点都是 例如他们领事 他们分享信息 他们去做一个领袖 首先那件事是制物 怎样是制物 或者你可能不明白 制物就是原来 如我所说 首先你找到一间教会 如果你想成为神父 第二 你就要拍入 因为为什么拍入 就是很多人不肯去找一间神父教会 或者参与神父教会 原因就是他不想拍入 因为一拍入去的时候 在圣殿里面任何东西 你想拍入去 唯有你会变成祭物 明白吗 譬如像一个平民百姓 你想将自己一部分 去献予给神的话 他就一定要借着祭物的方式 对不对 大家都明白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 一直是这样说的 为什么借着祭物方式 就是拍入一间教会 其实你一定要借着献祭 将你的生命变成 一个献祭的方式 就是什么 就是愿意你抵得想 还有捱得痛 对不对 一说献祭 你就知道一定是抵得想 不用想 你是在立十分一 你将你的东西 平白烧到变灰 明白吗 你看着你那些钱 整个牛多贵 就烧到变灰 好像两败俱伤 神为了什么 他又没有好处 没错 就是神没有好处 但你就有改变 原来你拍入教会的时候 很多人不会回教会 或者不想再去卫生 原因就是 你只是回教会 有时候要调度工作 有些弟兄姊妹 甚至要辞职 不做他的工作 有些甚至要放弃他的女朋友 有些甚至要放弃他自己和家人之间的好的关系 这个就是言辅所说 就是原来你拍入教会的时候 第一就是献祭 那个很粗糙很粗略的 但是问题 你在这个献祭当中 你是不是痛 为什么痛 你有两边的痛 第一就是来自你虐了 虐了底 你付出了 第二就是来自神的烈火 神的烈火 这点就很重要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很多人 神没有说你献祭 在自己后院献祭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到神圣殿的外院 那里很远 你说耶路撒冷 我们现在整个国家都要每年三次上来耶路撒冷 因为那里是有神的烈火 神的烈火 神的烈火是怎么来的 其实每次神运处火柱降下来的时候 他们就拿了那把火一直保住它 所以你会看到 很出名的历史上有拜火教 其实就是来自这个传说 就是他们说他们的传说 他们是由这个运处火柱当中的火拿出来 点着了 而事实上 以色列人来说 是拿了这把火一直放在灯台里面 就是里面的七灯台 为什么永远不能复灭呢 就是因为他们在神降火的时候 去烧祭坛上面的食物的时候 其实他们拿了火 去用灯台去处住它 这个是根本你听我们以前主日都分享过 所以为什么会有事 很多人会说圣火 为什么会圣火 原来在真真正正历史上 是有一把火 是神降下来之后 神是命令了以后会莫 是用这种火烧 如果你自己找个火机烧 找些东西撻着火 那叫煩火 而阿伦的两个儿子 就是那两个亲的儿子 就是献煩火而烧死的 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但问题是 一些人听什么叫煩火 他们不明白 原因就是 只有那种火 所以为什么你可以在家校院点火 如果你是这样点火的时候 你是用煩火 不是用这个圣火 就是在圣殿的这个圣火 所以每个人带这些祭物来 是指定不是自己去烧 是要用祭坛上的这个圣火去烧 那你明白吗 你自己在家 我理得你在家里付出十分钱 我理得你家里 是为神的家去做离 做路 但你不回教会 原因是什么 你是避了圣火 你自己只在家里打算用烦火 什么叫圣火 什么叫烦火 就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是这间教会的牧师 神给了方向我 我就算连策略家 如果你做错 我会教 而并且会散 那是不是痛 没错 原来祭物献出的时候 是有两样东西的 第一 对你来说是一个损失 但是也有一个由神的火所燃烧的痛 会产生你生命当中 那不是因为来自你牧师 或者我的自私 我教你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父亲教的子女的时候 子女不成熟的时候 是不是有痛 那种火 那种痛 子女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受教 他会成长 但是神的家也是 这个就是第一 你找到神的家 第二 你要泊进去 但是我派进去 很多人是不肯的 第一 最差的那些人 就怕虧了 死了 可以下地獄了 因为跟神无分无关 第二 我一来到的时候 痛 我不是说过 其实很多人 一生当中 他们的方向 就是避开痛 成为他们的方向 多过去寻找 舒适 舒适 舒服 享受 如果要他 在心理学发现 人是宁愿 做他大部分 九成的决定 都是为了 避免痛 其中一种 我们最普遍的避免痛 就是避免麻烦 你要看现代人生活 为什么 每个人都不像世界先生 原因 每个人都不像粒色 越老越缩 是因为他避免了 运动的时候的痛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 越来越缩 寒背 因为他不运动 因为他怕那种痛 是不是 见不见 原来我们人生当中 现在你只是看每个人的外形 你已经告诉你 他的生活是怎样 哪种类型的怕痛 而出来 有些人 走路都不能走多步 就是说他今天 连我家里连站 连下路 免得坐多个旗 或者多个走路 你见不见 所以变成我们九成的生活形态 甚至我们身体的体态 都是因为我们怕痛 而形成 像我每个星期都会健身 但是那种痛 基本上 如果我现在健身 和健身之后 所承担的痛 每一个星期 比一般没有什么健身 和我一个年纪的人 我相信他第一个星期 已经暈了或者要入医院 就是那种痛法 那种劳累法 你知不知道 就是 所以你看到 我是承担某个程度的痛 才有这种的身体 或者这个形态 我就是说 痛是人类历史当中 最喜欢避开的一件事 而引发了他今时今日变成的生命 见不见 针言第三十一章 第十节 才得的婦人谁能得着呢 他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谁呢 心是火煦越堂 健血奔跑前方 没他怕多挑战 决逸用葬 天国福音全云风 上场攀墓 上立之奉献那句怕海浪 让我兴起发良光 各自福音片外放 心知主怀来主听黑心团各方 让我兴起发良光 每天背上主使命 主应许更能将显震光天万光 天地遥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